再过几天就要迎接2015年 国发会今天公布2015年国家发展目标 希望经济成长率GDP增加到3.7% 失业率可以低于3.9% 不过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已经连4个月下滑 会不会影响明年景气复苏力道 今天的焦点纵横 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11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2% 创下了连4个月走华的记录 中金院院长说台湾经济还是呈现缓不复苏 还没有到衰退的地步 请教老师要怎么解读这个数字呢 是 其实这个PMI 这个是制造业 然后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已经连续4个月 然后都往下走这个指数了 然后在11月就是这个月看到一个明显的这个什么呢 现在指数已经掉到50%以下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前三个月往下走的时候 那个还是大于50% 就表示说制造还在扩张 那现在这个小于50% 这现在已经说说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警讯 这个警讯就告诉我们 制造台湾的这个制造业呢 那在未来它是往下走的 那制造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经济 好了 制造业以外啊 那其他的产业是不是会比较好 我想呢 又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啊 是国化会的 那这个经济景气灯号 这个灯号虽然呢 还是连续好像是第九个月 已经是绿灯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两种判断这个分数啊 这个总分啊 大降的三分啊 就表示啊 这个经济其实是没有那么样好的 其实还是往下走啦 虽然还在绿灯 还是有这个景气的那一种样子 但是呢 情况是 这个未来好像是不好的情况 那主机总处呢 它最近所公布的说 这个第四季 然后我们的这个GDP 或是经济成长率呢 好像是跟上一次呢 比起来它也是下调啦 然后这个台经院啊 其实它的这个 这个营运啊 这一些指标啊 好像几个月来啊 也都往下走 这个可以证明啊 台湾经济现在其实啊 呃 并不 并不好 而且是 大家已经看到啊 这个下半年开始啊 就一直往下走 这当然跟国际经济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百分之 这个其实啊 在出口方面啊 这个占的比重非常之重要 现在国际经济呢 似乎也是这个不是那么样的这种理想啦 所以明年啊 这个国际经济还是不会起色的 台湾经济呢 我想呢 呃 你要往上走很不容易啊 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经济呢 我想是这个 呃 不要说审慎乐观啦 其实啊 我个人是觉得 其实是比较悲观的